随着冬季运动会的召开,我们大家看到了很多的有志青年 他们在比赛场地上挥洒汗水的样子实在是令人着迷 当然了,每一个中国观众都希望自己国家的运动健儿能够夺冠 并且这一次我们还是冬套主,更是要利用一切机会证明我们的实力来 只是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现阶段虽然我们在一些比赛项目中都能够圆满获得成功 可是在足球这一方面,我们可以说是没少吃亏 并且运动员在比赛中的样子,我们也看得一清二楚 男足这一次可以说是成为了众矢之地 隔壁的女足赢得了冠军,可是男足还在像是过家家 谢如新有关于国家足球队的讨论可以说是此起彼伏 有爆料称女足夺冠和足鞋没有关系 今天就让我们通过这个视频来好好的聊聊 女足谢如新的状态和男足的出路又在何处 你认为未来中国足球队能够把握住机会更上一层楼吗 如果你认为能的话,请在评论区打出能 那么这其中究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事情呢 接下来叫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 一探究竟吧 新来的朋友可以长按点赞加关注 创作不易,感谢支持 在全国人民都在迎接虎年的时候 我国的国家男女足球队给广大球迷可以说带来的是冰火两重天的感受 先是男足败给日本紧接着又败给越南队 在大年初一这样一个举国欢庆的日子里 这个消息确实是给全国人民添堵了 不过好在我们还有中国女足仅仅隔了五天以后 中国女足在春前夏季的最后的时刻传来了好消息 中国女足的姑娘们顽强拼搏 在最后时间里实现大逆转赢下了韩国女足 从而夺得了亚洲杯的冠军 虽然亚洲杯不是世界大赛 但是对于九汉冯甘霖的中国足球来说 这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了 很多球迷都为中国男足这个扶不起的阿斗感到无比的悲哀 同时大家也为中国女足的忧郁表现而感到自豪 要知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男足和女足经过对比高下立判 所以说大家支持女足的同时 批评男足也在情理之中 网上的舆论一时间也出现了一边倒的状态 这个时候中国足协特别是陈薛元主席 就成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存在了 因为在广大球迷的认知中 中国女足能取得如今的成绩都是水性侠教练 和女足姑娘们辛苦训练的功劳 甚至还算上了足协副主席孙文的功劳 唯独没有主席陈薛元的功劳 有很多人可能好奇这是为什么 其实早在女足兵败东京奥运会之后 体育总局就已经从足协手里收回女足了 后来的女足直接由体育总局管辖 也就是说女足表面上看起来是足协的亲女儿 已经成为和足协平起平坐的同事了 那么体育总局为什么要偏偏把女足划分出来 单独管辖呢 一切还要从女足参加东京奥运会开始说起 当时的女足教练还是贾秀全 虽然贾秀全带领中国女足打败了韩国队 打进了东京奥运会的决赛圈 但是女足在奥运会中的表现非常糟糕 那个时候还出现了奥运练兵和唐嘉丽事件 等极具争议的话题 这些都让贾秀全遭到了空闲的质疑 中国女足在东京奥运会上连丢17个球 一度创造了奥运赛事史上的最差战绩 网上关于导致此次奥运会 女足惨败的选人用人问题 可以说是众说纷纭 东京奥运会结束以后 教练贾秀全提出了辞职 其实贾秀全的辞职早在很多人的意料之中了 因为贾秀全没能带领女足在奥运会上 打出令人满意的成绩 不仅如此 她在队中的一些做法也引起了网友的争议 其中争议最大的就是她将队员唐嘉丽 排除在奥运代表队之外的事情了 对此一时间网上争议不断 贾秀全成了舆议的中心 对于此事贾秀全的解释为 女足参加东京奥运会主要是以练兵为主 其实并没有对成绩的要求 所以这次的女足奥运代表队中 贾秀全招入了不少新人球员 反而不给唐嘉丽参加奥运会的机会 贾秀全对于不让唐嘉丽上场也给出了她的理由 那就是唐嘉丽有伤 但是在比赛以后 唐嘉丽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却表示自己的伤并不严重 不会影响到自己参加正常的比赛和训练 她这么说也没错 因为不久以后 唐嘉丽就转到了托特纳姆热刺女队中 唐嘉丽在首次代表热刺参加于 凯尔特人队的比赛中就打尽一球 这些战绩都足以证明 唐嘉丽并没有说谎 她现在的状态不仅可以参加比赛 而且表现得还非常出色 得知这种情况也更让中国球迷感到不满了 大家都认为如果贾秀泉愿意带唐嘉丽参加奥运会的话 中国女族的表现也不至于那么糟 所以在贾秀泉宣布辞职的那一刻 很多中国球迷都拍手称快 但是很快就国内的圈内人士爆料称 贾秀泉本人本来是不愿意担任女族主帅的职务的 因为他自己很清楚 中国无论是男族还是女族都很不好带 做主教练不仅发的工资 要比职教俱乐部球队低很多不说 如果带队成绩不好还会遭到大家的批评 可以说中国国家队主教练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职务 然而因为当时有族协领导杜兆才的强烈要求 贾秀泉还是同意了出任中国女族主帅一职 2019年女族世界杯结束以后 贾秀泉就向族协提出了辞职 不过他又被族协主席陈屈元留了下来 如今东京奥运会已经结束 贾秀泉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他剩下的最后的价值就是成为女族奥运成绩不加责任的杯锅侠 这对于贾秀泉来说并不公平 毕竟当初的中国女族不被所有人看好 在那种情况下贾秀泉还是带领中国女族击败了韩国队 进入了奥运正赛 从这个层面看来贾秀泉对女族就是有一定贡献的 而女族在奥运上的糟糕成绩也不应该由他一个人来承担 毕竟后来贾秀泉表示自己没有直接选人的权利 选择球员的问题都是听足协的 无独有傲很快就媒体曝光了足协的选人方式 那就是全国各地的足协选送球员 一个地区选送几个人 在参加陕西全运会的时候 我们的女族已经变成联合队参赛了 其实足协这么做的真正用意 无非是为了拿到金牌 因为只要联合队拿到金牌 那么联合队中的球员所属的地方足协也会分到自己的金牌 听到足协这种安排 很多球迷朋友们都表示震惊 世界上竟然会有如此的安排 也就是因为足协这个政策 才让参加奥运会的女苏成员七零八落 很多有实力的球员没有入选 一些戏人却大行其道 所以东京奥运会输是正常的 东京奥运会结束以后 贾秀全提交了辞呈 其实他就是一个背锅的 贾秀全辞职以后 水性侠临危受命击过了女族 水性侠带领女族联合队 在陕西全员会上拿到了金牌 陕西全员会结束以后 女族虽然夺冠了 但是教练水性侠却选择了激流涌进 这样做是因为他不知道足协接下来 还会有什么奇葩的操作和安排 毕竟在后来的女族选率中 水性侠并不是足协的候选人之一 就是在这个非常关键的时候 体育总局出现了 体育总局直接跨过了足协 选定水性侠为女族主教练 从此以后 女族正式归体育总局直接管辖 如此可见 体育总局对足协的信任 已经降到了冰点 正是因为体育总局的这次拨乱反正 也给中国女族才找到了 最合适的主教练水性侠 水性侠也一样没有辜负 体育总局和所有球迷的信任 他带领女族在亚洲杯上 连续打败了日本和韩国 拿到了中国久违的亚洲杯冠军 有很多人猜测 如果如今的女族还是有足协管辖 女族肯定不能形成如今的战斗力 更别说夺冠了 那么也有很多球迷表示 担心中国足球的未来 也有很多网友提议 让中国足协进行整顿 其实前段时间 足协就宣布成立了9个工作小组 用于增强裁判队伍的能力 肃清裁判队伍的风气 足协让吹乏中超的裁判 先抵达赛区 然后在那里对裁判进行集中培训 毕竟裁判这个群体非常特殊 错判漏判和误判都有很大的影响 这9个小组的分工非常明确 提升裁判能力的同时 还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不过这次整顿的实际效果如何 就不得而知了 也有球迷提出 男足真正的出路在于增强培训体系 普及足球运动 增加足球运动的关注度 让很多的人体会足球运动的乐趣 而我们作为球迷 作为观众 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以平常心去观看中国男女足的比赛 毕竟我们必须要承认 目前中国队的足球水平远远落后于世界各个足球强国 如果球迷们真的希望中国足球可以回到正轨 打出优秀的成绩 就应该爱护我们的球员和教练 让他们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下进行训练和比赛 因为只有这样 中国足球才能有更美好的未来 希望他们能够在失败之中吸取教训 未来在赛场上取得更多优秀的成绩 相信未来我们的足球一定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 让我们刮目相看 看完本期视频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评论 关注我下期更精彩